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月16号2024年 今天是周六 给大家做一个过去一周的复盘以及对未来一周的展望 我现在来重新从上礼拜我们大概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前一个礼拜当然是选举过后的一个所谓的Trump Trade 比特币特斯拉以及大盘都往上猛涨 然后在这边盘整过后几天之后 在过去几天开始市场有听到未来内阁的任命 人事任命 以及在最重要的是周四的时候 美联储鲍尔讲了对于市场比较稍微不利谈话 他讲到说比较鹰派的态度 就是说There is no need to hurry to cut rate 所以就是说没有太需求要尽快的快速的降息 当然这个是比较就是鹰派的讲法 因为之前都是非常的歌 所以市场就是期待预期可能会有更高的一个inflation 所以市场就引起了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这是最主要周四到周五的主要跌幅在这里 然后在降息预期减低的情况下 继续降息的预期减低的情况下 市场就是当然还有周五可能是一个因为月期权到期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会有比较大的卖压 这个技术上来解读的话 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是一个什么导型反转 这个往上冲然后又下来 你看这地方怎样有一个gap 这地方怎样也刚好一个gap 所以刚好gap上去gap下来 所以这变成一个比较明显的空头的信号 就是说有一个反转 这里的话就是说我们看一下周线图 周线图的话其实还好 但是因为基本上 这里已经有很多次的一个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上去又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踩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说 在盘式上面会比较属于这种顶背离 顶背离的set up 当然顶背离一定要是怎么样 出出去上涨 然后呢这个技术指标并没有创出高点的情况下 他要很快的 就是说两到三周之内 把这个大阳线如果全部吃掉的话 那就会有一个顶背离的set up 那周线级的顶背离 带来的会有比较稍微明显的一点回调 所以呢 这地方我们还是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未来我预期市场会怎么走 因为每一次的交易都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有确定了这个路线 两条路线相同都要反弹对吧 那反弹多少 等下再讲 但是呢 基本上就是说会有一个共同预期 就是我们可以交易的地方 那就是说现在目前为止 就是说在我在disco也提到哈 就是呃在周五哈 昨天啊这个低盘低点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可以啊 就是进场啊 这个分批买进 然后呢 交易计划呢 就是说呃会去做一个反弹哈 反弹的话呢 大概是跌涨跌幅的大概一半的位置 或者是说呃 试着去补这个下缺口 或者是甚至上缺口哈 这附近是一个啊反弹目标点哈 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起子好了 这样他比较好解释 就是说呃整体来讲 在前天到就是说周三周四哈 周四到周五的这个跌幅是比较大的哈 那这跌幅呢呃反弹非常虚弱哈 这个是反弹这下跌 然后这个是重跌哈 然后呢呃反弹呢 周五的反弹其实并还是非常小的哈 那整体来讲的话 我个人是我们到时候 周一的时候周二看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也有形成一个什么 快速的下降通道 你如果通过的话 那就是走黄线哈 这个步骤 就是说所以会先有一个反抽 之后还要再去撤底哈 多低哈 不一定是在是我画的哈 然后还有时间周期 大概就是两三天左右 这一段哈两三天 所以我这边 也没有按照这个规律化 所以可能延伸到 十八十九二十 就前半周都有可能类似这样子哈 那整体来讲就是说 如果能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线的话 那会有 大概到我画这附近的反弹 反弹哈 然后呢还会再测一次底 或是横向 横盘 就是说 再次测这个底部 然后呢不管是 HIGHER LOW 或者是LOW LOW 然后呢再有一个更好的反弹 之后呢 这个就变成一个什么 慢慢的要走向新高去哈 那这是比较BORISH的看法 因为支持这样的理由是因为 下礼拜是感恩节前一周 再下个礼拜就是感恩节 所以呢 没有太多时间让大盘去耍暴力 我们这样讲 就是说 这种所谓的下跌应该不会持续了 所以呢 就说这个黄线是按照节气 节期 就是所预 就是预拆 预设的一个可能的走法 我们来画一下 这个 就这个黄色走法 创了稍微新高之后 还会再下跌 也就是说12月份 有可能 不管怎么样 就是要跌了 12月份 那11月份到感恩节之前 我觉得 还有一点反弹的机会 那 如果说周一 比较弱的话 没有突破这个下降趋势线的话 那就可能还要再往下跌一点点 然后呢 才能真正的 有比较好的反弹 那这种反弹 就会类似像红色线一样 就是还是会有一个反抽 之后还会测这个 周一或者是稍后 所做的底部 之后才有比较明显的反弹 然后反弹完以后 还会再下去红色路线 这个就比较 bearish 黄线 红线在这地方是一样的 所以我看都是有一个反弹 之后 如果是黄线的话 它会做一个 W底 或者是 higher low 然后上去创新高 如果是红色线的话 就会 就会开始有更大的一个跌幅 所以 这个是一个什么 上升趋势线的通道支撑 对吧 这个三角形态 对吧 已经做了非常久了 那也是一样 如果跌破这里的话 就是 标普5820 就是一个 界线分野 就是 bearish的走法 或者是比较 bullish的走法 我们到时候就是看到时候市场怎么走 我们至少在这里 我们有机会可以做一个 属于这种短线反弹的一个交易 对于下礼拜来讲 那这样来讲的话呢 好 我们看一下这图 这么来讲的话 因为下周三是NVIDIA财报 那 呃 大家都是会全部定人来看 好 那所以呢 呃 我觉得如果说 周二 大盘停在这里的话 或者说周三盘尾结束的时候 在这里的话 那就真的是看那个 NVIDIA财报了 好的话 这个把大盘拉上 这个黄色路线 如果不好的话 会砸成这个红色路线 所以 呃 未来一周一到周三 周二 可能会横向 比较大幅的一个反弹 然后呢 周三盘后见真章 是要码就往上 不然就是要往下 这是 对于NVIDIA 就是财报的结果 所对大盘所做影响 我们直接很快跳过来看NVIDIA NVIDIA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个 呃 有点是慢慢在走弱 就上升趋势走弱 涨一周 涨三周 跌一周 涨一周 那当然还是在一个什么 通道上面 去爬行 呃 问题还不大 没有一个明显的 就说 他哎 会很不好的情况 所以 呃 当然财报可能会影响到整个 就是走向 但是呢 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 要像以前这种方式 呃 暴冲啊 向上 就比较难一点 那可以的话 就是说变成是一个什么 横向盘整 啊 让POOT跟CODE呢 全部都啊 就是 呃 这个白费力气啊 这个是也是一种可能的情况 我们快看一下日线图 啊 在这里 在这里 好 这里是一个什么快速通道 保持在快速通道之上 哎 就没有问题啊 日线继续往上走 如果 财报不好 或者是跌破了 那可能会去寻找 啊 大概128的支撑 啊 那年限是109啊 所以呢 呃 整体的话 就是说图的话 就是看市场 呃 这个大家对财报的反应 啊 好 那我们很快的再回到 呃 看一下其他各大指数 QQ呢 啊 同样的情况 这是一个什么 呃 就是大 顶部大洋 通常就是代表后面 就会有比较多的啊 啊 profit taking 哈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日线图啊 那 QQ呢 这个科技股是 比较弱的哈 啊 它也是一个 导型反转 然后呢 之后往下 也几乎啊 几乎填补了 这个 选举之后的 跳高的缺口 啊 那这个是呃 表现也比较弱一点的 DIA是道琼哈 他这日线图 那还守在这个gap 之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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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周线图 我们看一下日线图哈 小盘谷哈 小盘谷的话也关掉部分缺口 也是比较 呃 弱一点的 OK 所以呢 呃 就抓住这个原则哈 就是 先有反弹 然后呢 再 什么 彻底 然后之后呢 再反弹到大概下跌一半的位置 然后呢 再来做 最后的一个是如何决定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哈 黄金的话呢 呃 我之前说过在这里的时候怎么样 哎 已经到了一个啊 非常非常爆热的情况 结果我们要 哎 开始很听话的向下跌哈 跌三周 好 呃 我个人认为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反弹 但是反弹我觉得还不算多哈 所以呢 还会在一个这样上下下 然后形成一个下降通道 好 然后之后才怎么样 这个 这个 倒自撑之后才真正开始往上 所以 这里哈 会稍微有一点时间 给一点时间拉做一个 呃 拉回修正 呃 GDS也是一样哈 我之前在 上两周哈 在这里的时候给大家警告就是 呃 该出来的要出来 然后呢 呃 你如果不想出来 在这里设个STOP 啊 38.7附近 好 那现在已经到35了 你如果 出来的话 就省了大概百之十的一个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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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绩效哈 那这个是差别很大的 所以 这个通道哈 跌破 那所以跌破的话呢 补义其他啊 就是 会再下来一点点 然后之后做一个 比较好的反弹之后 然后呢再重新回踩 这个底部 或者是再下来一点哈 不管怎么样 就说大概是这样一个格局 去做 下一步的一个 呃 这个交易的可能性哈 好 我们看一下原油 原油的话 因为是在 川普要大 扩张这个原油生产的 油业盐生产哈 要松绑 所以呢 呃 油是应该是往下的哈 那 呃 这个阴线哈 是比较厉害一点哈 所以呢 呃 我不看好这个 油本身哈 的一个 就是 走向哈 啊 看一下这个能源板块 能源板块的话 这真的跟 原油走反向哈 因为 公司可以赚钱 但是原油要下降 那 这个变得会一个 比较奇怪的拉扯情况哈 所以 我个人来讲 就图XLE生产原油能源的公司 呃 走势是不错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看 是不是能够 呃 维持在这个通道之上哈 做为 你进场哈 要止损离场的一个 啊 最低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情情啊 就是说最低的一个保护哈 好 我们来讲一点那个比特币哈 呃 比特币之前已经讲过 这是一个什么 骑行对很漂亮的骑行 对吧 那 如果你受不了低波的震荡 至少在突破的时候 你可以买进对吧 那就 抱上去了哈 抱上去会怎么走呢 我上礼拜其实有提到 就是说他很像黄金的一个 呃 我觉得他会像黄金的走势 碰到红色的这个 呃 趋势均线上来的时候 他会回踩 好 回踩之后再往上拉高哈 所以呃 呃 这里的话暂时也是有点热哈 呃 呃 大概到十万哈 最多到十万附近是一个坎 然后呢 会回踩大概八万吧 呃 但是就看什么时候均线跟上来哈 大概八万的地方 然后呢 做个扭棋之后再往上哈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黄金之前是什么走的 上上礼拜其实有提过哈 再复习一下 啊 黄金怎么样 冲了一个一杆 这个太高之后 然后呢 横盘对吧 然后碰到上来的红色线之后 哎 再去往上哈 所以呃 预期会复制这样一个情况哈 呃 for这个比特币 到呃 道具哈 这个呃 不是department of 呃 government Efficiency 对吧 呃 新的部门哈 这个呃 道具呢 狗狗币呢 他基本上我觉得也是升到一个非常非常火热火爆的阶段哈 所以呢 啊需要点横盘 拉回之后才能走下一波哈 呃 好我们很讲 很快讲一下TLT 美国的那个20年国债哈 哈 他的话呢 是之前有突破相当局前 可是怎样回踩的时候 真的很深哈 呃 会不会撑住不知道 看下礼拜 如果下礼拜收个阳线 那今天呃 前几天这个大阴线是算是片线哈 就是压低 然后继续的 那个吸货哈 哈 那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他真的太弱 然后会继续再走一段哈 所以 我们不知道这边来讲的话至少 没有一个啊 就看起来要往上突破的 的这个这个预念哈 这个这个可能性哈 所以TLT还是非常非常不好做哈 特别注意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下周有一些什么啊 啊经济数据哈 哈上周的呃CPI啊其实是还不错哈 哈 然后呢呃 呃就是PPI好以及啊 呃这些啊retail sales也都还可以哈 经济强劲哈 所以呢也引发了就是说大家对于呃 啊降息不用那么激进哈 不用那么需要的这样一个呃 这个预期出现哈 下周的话什么事情呢 就是周四哈 周四有 然后一样有initial job claim 然后呢有费成人的 Federal manufacturer的index好出来 好出来啊周五的话呢是呃 呃跟于制造方面的哈 SPMP Global US Manufacturing 跟PMI 好 所以这都是比较属于制造业指数方面的一个啊 啊这个下礼拜会彰显出来 所以呃就是 下礼拜我觉得其实就最重要还是这个NVIDIA财报啦 好 然后呢 来看一下啊 下周的重要财报 好 在这样大家自己过目一下 好我们今天在这地方 希望这视频解说对大家都有帮助 然后呢啊 我们下一次update见咯